回顾感恩节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 当时清教徒因为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宗教迫害而被迫流亡 最终他们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 且出到这片陌生土地清教徒的生活极其艰难 幸好当地的印第安人伸出了援手 教导他们如何耕种与捕猎 最终成功帮助这些清教徒度过了第一个寒冬 1621年 清教徒为了庆祝他们在新世界的第一次丰收 特别与印第安人一同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感恩宴会 结果便成为日后感恩节的雏形 虽然感恩节庆祝的历史悠久 但直到1863年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才正式宣布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为全国性的感恩节假日 且这一举动的目的 原本是为了团结美国人民 尤其是在内战阴影下 呼吁国民在这一天 共同感谢神的恩典 同时也表达对彼此的感激之情 因此1941年才由美国国会正式宣布将感恩节定在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成为国定节日 虽然传统上的感恩节象征着感谢与家人团聚 不过随着现代社会商业化的大肆渲染与影响下 不止先有黑色星期五成为每年一度的购物狂潮 直接将感恩节的意义逐渐淡化 且之后兴起的网络星期一 还使更多人将节日时间全都花费在刷手机与网络购物上 结果便直接牺牺牲了更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道谢与人情味 此外还有越来越多商家直接跳过感恩节装饰 提早进入耶旦节的商业氛围 甚至提前开启折扣活动 还好不少美国家庭依然选择在这一天维持传统 通过聚餐分享感恩的心意来教育下一代珍惜家庭与回馈社区 值得一提的是 感恩节不仅是家族团聚与庆祝的节日 在美国文学与艺术创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不止早期美国文学中 感恩节常被描写成一个象征丰收与恩典的时刻 此外感恩节也启发了许多现代创作 包括诗歌 电影和绘画 换句话说 在众多文学与艺术家的创意下 感恩节的传统美食 秋日景色 以及众多家庭温馨团圆的画面 都纷纷成为表达感恩与祝福的象征 且诸如此类的艺术创作 不仅延续了感恩精神 也成为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 唤起人们对于重新思考与反省 心怀感恩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 为何美国要特别设定一个节日 教导民众不要忘记感恩他人 从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发现表明 倡导保持感恩的心态 对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与幸福感 有很深远的影响 美国知名心理学家 Robert Emmons指出 感恩是强化个人幸福感的 有效工具 经常表达感谢的人 更容易拥有积极的人际关系 与较高的生活满足感 因此感恩节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总之 感恩节无论是历史意义或现代价值 都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因为从最初的丰收庆典 到现代家庭的团聚时刻 所代表的感恩精神 其实从未改变过 只不过随着商业化普及 让感恩节的省思面临更多挑战 因此如何教育下一代 回归感恩节的初心 是许多家长与社区 应该持续推动与保有的重要价值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